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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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要怎麼去了解一個動態系統呢? 由系統而言呢,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的是 我們對這個物理系統裡面的哪一個物理量是感興趣的 然後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關心的這個物理量,它的單位是什麼? 第三件事情呢,是藉由長時間的觀察 我們最後呢,要去理解說 這些不同的物理量之間它的關聯性 然後第四點呢 那我們如何從數學去寫下一個方程式 來描述我們的觀察 最後一件事情 當你寫下這個數學的方程式之後呢 我們問的是說 那這個數學的解是什麼? 以及呢,我們可以用數學的解 來預測這個系統的未來 那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呢 當今天有一間這個百貨公司 他在促銷的時候 那他這個促銷的文宣方法呢 他並不是公開的 而是藉由這個顧客到你店裡面 口耳相傳的方式 或者用所謂的這個社群網路 宣傳的方式呢 來吸引客人 所以你去觀察這樣一個現象 你當然會得到說 你店裡面顧客人數的變化呢 是跟已經在店裡面知道這個訊息的人相關 所以你就可以寫下一個關係是 dp over dt 會等於alpha p 所以p這邊寫的呢 就是顧客的人數 那alpha呢就是你資訊傳遞的速度 這邊的物理讓我們感興趣的就是顧客的人數 以及呢我們藉由觀察寫下的數學方程式 那單位而言你知道p就是有多少個客人 以及alpha呢就是資訊傳遞的速度 它的單位呢就是秒分之一 好這是第一個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 如果回到像牛頓所做的觀察 你一個蘋果做自由落體 所以我們關心的就是說這個物體 它的速度以及它的位置 或者是加速度隨著時間的變化 所以你會寫下一個f等ma的關係式 那以此類推你就知道說裡面的m 基本上是質量 它的單位就是公斤 然後呢A是加速度 它的單位呢就是meter per second square 然後力它的單位就是牛頓 那稍微複雜一點 如果說今天這個蘋果 在一開始在水平方向呢 就有一個初速度的話 它的這個運動的軌跡會稍微複雜一點 那同樣的你雖然記得還是f等ma這個方程式 可是你就必須要有一個所謂向量的概念 那我們接下來 在進入牛頓力學之前呢 我們會介紹一下所謂向量的概念 以及單位的概念 我們主要想要了解的 還是一個動態系統 所以我們只是利用牛頓運動定律 當成是一個範例 來學習怎麼樣去了解一個動態系統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單位的一個概念 那在牛頓力學當中或者現在世界上通用的單位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所謂的公字 就是SI unit 那基本上 用公字單位來描述 長度 重量 和時間 我們用的這個單位就是公尺 公斤 跟秒 所以說這個公字單位呢 我們通常也叫他是 MKS unit 因為呢 m代表meter k代表kilogram s代表second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同學在之後的課程當中 常常會看到說 比如說meter 前面可以加centimeter 或者millimeter 或者kilometer 所以前面這些英文的字首啊 比如說 kilo k 就代表是十的三次方 如果是c 就代表centi 代表是十的負二次方 如果你看到小m 跟在一個單位前面呢 他描述就是十的負三次方 那如果有一個更小的一個尺度 比如說長度 比如說是十的負六次方公尺 你看到呢 就是一個希臘字母 mu 叫做micrometer 那我們這邊就介紹了單位 那接下來章節呢 我們會仔細來看一下 我們去描述一個物理量 他有的時候呢 會是一個純量 有時候會是個向量 那他們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忌援 我們會讓我們來看 一人 看一眼 每個人的希望